甭大人 快叫人给我弄碗水喝 我渴坏了 本县正堂从不被查 那总得叫人给我搬把椅子呀 今天我可是累坏了 本县正堂也从不被多余的椅子 呸 我刘某人放着平方府的大总管部说 那我也是堂堂的东厂无禀关身呢 今天你不查水不宜的伺候你刘爷 你就甭想听案子 既然刘管家无心谈案 那就请退出本堂 本官还要继续审案 公堂之上需要安静 请刘管家退出本堂 好 我受平方爷委派 特来督案 我看你们谁敢闹刺 都说你冯大人势头降驴 我今天非摆一摆你这股驴劲 我现在的事 我现在的事 冯县 你点灯熬游的苦读十几年不容易 小心 可别把你的乌纱帽给丢了 大胆留安 小小的无耻家奴 在本堂之上是胡言乱语 告诉你 辱骂本官是小 小乱朝鲁是大 等一下 你们想干什么 拿下去 给我重大二十 是 好啊 行动内 有你胆大了 什么东西 有你胆大了 有你胆大了 大人 这怎么回事 报你的案子 怎么是你 大人 能不能到后堂 小的有重要的话跟你说 待本官试案死案再讲不知 审完再说就晚了 大人 听小的一句 大人 我这红头 大人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本官正在堂上审案 你是死活把本官叫到此地 是何道理 大人 您别生气啊 小的不怕大人怪罪 我是怕您呢因为这个案子惹大祸 本官一律办事 何来大祸 小的跟大人有些日子了 也知道大人的脾气 别怪小的多嘴 大人您可能有所不知 大兴乃是京南重地 您这个县官不好当啊 小的在县衙当差十多年 已经换了七八个县令 就因为这一代皇亲国气甚多 稍不留意便有得罪 今儿您把刘管家打了板子 俗话说得好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就说这平王爷全是齐天 现如今哪个敢得罪他 本官上尉皇上办事 下尉黎民做主 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 再说了 这个案子跟平王爷有什么关系啊 大人 这刘安 怎么一查一个准啊 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名堂 这车眼可牵扯了俩王爷呢 大人呢 小的可是担心您陷进一个大的漩涡里 红老 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班头竟然有如此见识 不过本官要你记住一句话 正所谓闻死见无死战 这才是作冠的根本和责任 你懂吗 既然本官坐在这个大型公堂之上 只思黄恩浩荡 不想其他 若 真如他们所说 尉王爷跟范思言有关 那本官绝不会放过 若没有此事 本官更不能妄加之罪 若是 有人胆敢栽赃 陷害尉王爷 本官 真严惩不淡 哎呦 哎呦 疼死我 这不是六安吗 怎么回事 王爷 奴才查案包 却被封印给打了把子了 这大型机简直是太其有此理了 居然如此不分青红脏白 来来来 快起来 还在魔王扶你 起来 这包鬼孙子下手吓得太狠了 奴才扎不起来 快把他扶起来 打得好 把你的换水打穿才好看 慢点 吼死我 二位王爷来到县阳 有事儿啊 傻子这干什么呀 还不让你们县灵过出来接见 让他过去了 你这不是太仗势欺人了吗 兵王爷 咱们今天来到大兴县上 就是希望能跟官府讨个说法 怎么能让县太爷出来迎接咱们呢 鼓锤给我 二爷我得按照程序击鼓鸣冤 傻子 傻子过来 你就拿这鼓棒使劲打这大鼓 好嘞 别人打成这个样子你怨不怨 奴才怨大 那你也几股名冤 去 可奴才没有几股的家务事 你这个笨蛋啊 难道让本王把你这两个王八爪子 砍起来干鼓锤啊 脱起你的靴子 现成的鼓锤啊 敲啊 快 快把我靴子脱下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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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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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爷 你人够聪明啊 我是 你 带大规 二爷 他们乱抓人 二爷 他们 你装什么糊涂 方勤 你竟敢仗击 我这个奉旨办案的管家 见了本王还高坐台上 还不会滚心了迎接本王 你听见了没有 还不快滚心了 你敢打我 今天就让你好看 什么 平王爷 现在下官坐在上堂 您暂去下堂 下官这么一滚 由上而下倒也不是多难的事情 只是大明官一成为十条当中 并没有审案先滚这一条 你这混账东西 你还跟本王胡搅蛮缠 我说你今儿要是来替你这家奴出气的话 本王马上就带着我的人离开县衙 大魁傻三 随二爷回府去 站住 说王爷 怎么能这样干呢 他们都是犯私言的贩子 不能说走就走 那你就甭管别的事 咱们就上堂说说私言的事吧 说就说 就是该说嘛 冯军还不快审案 平王爷 那下官是下堂贵营二位王爷呢 还是继续审案了 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这个 冯大人 咱们既然是击鼓名冤 就表示咱们是希望到官府来讨个说法的大兴百姓 你身为大兴父母官 岂能下座啊 当然 既然两位王爷到此 理当看座 来啊 给王爷看座 二爷 您请坐 王爷 您请 请坐 这什么东西 回王爷 这不是东西 是凳子 凳子怎么会这么稳呢 王爷 大兴公堂上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凳子 您这缺条腿 什么叫我缺条腿 不是不是 我是说这凳子缺条腿 要不小的搬几块砖 给您垫垫 算 滚 他这四条腿 我怎么三条腿啊 还不扶着点 还不扶着我点 你 是 是 我的 是 谢谢大家